七道九泉 乘越大 走穿走路比較快 進步一步 兩公里塞車 我們現在停在那個水源寺民中心這邊 準備瀑布上去 因為太塞了 大家好 我是丁潇雨 今天帶的這個旅伴 你一直去旅行的 雨霸在後面 我爸 雨霸現在在研究自拍感 這個帽子是我的 電玩產主持的帽子 Gamer 我現在很自豪 因為我們現在走路 你旁邊車才怪 超有成就感的 我現在已經追 已經追過10台車 我們來看一下 雨霸的自拍程序 給我看一下 我爸的自拍神器 你有沒有說1 2 3 2 3 3 大吉大利 前面有山崽嶺登山部到尾 新北市登山部到尾 大蹲山 旁邊有一些停車場 然後停一次是100塊 如果大家試開車的話 可以選擇停在這 或是跟我們一樣 就是停比較前面走上來 大家前面都是100塊 人好多唷 哈哈 旁邊還有人都吃的喝的 還有Seven 翻籃籃 這個有地圖耶 就是告訴大家 櫻花種植的狀況 那我這樣看來是後面也比較多 反正我們也準備要去後山花園 我們就往前走 來參拜一切啊 喔 連燈都是灑過來 有很多人 鄉火頂盛 現金屋超特別的 熊尾莊棉啊 介紹一下這裡 我不會介紹 都知道這一個是要幹嘛的 我現在已經看到就是那個 武教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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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剪那個那個 上面要去看的 哈哈哈哈 關大地都有 剛剛我爸沒有錄影前 就是介紹的很不錯 一開機就開始吃落石 超級美的宗教建築 我們要走到武上區 這三蹲是無上圓 無上頭跟無上針 空井桃喔 小霸四角 在以前王三樓 無極王天君跟無極金光玉皇大天蹲 還有無極破大天王 這階梯已經有人受不了了 有了已經 累了 五華帝君 特別是南華帝君 西華聖母 還有中華帝君 還有東華帝君 還有北華帝君 越來越高了 現在我們是在第四層 喔喔喔喔 最後一層 我翻到了 所以它又五層喔 喪心靈寶天生 一清原始天根根 太清道德天根 所以 羽媽說要繞一圈給大家看 我就繞給你們看 看到嗎 有美有美 但我還沒到完全過 我就想停留在這裡了 就是這裡 好多櫻花喔 好明顯喔 這兩桌 櫻花 後山公園 你看整個 這裡的風景 只是今天稍微有點陰 可是很涼爽啊 雖然看起來 比較沒這麼的清澈 大家都出來走村喔 從山子過來的方向 野塞車 超開心的 欸 我們現在準備要去櫻花林 無極天原宮的櫻花林 賢康律把女兒放在前面 然後後面在身邊偷偷自拍 偷偷自拍 這樣對嗎 哈哈 不是你們塞的嗎 因為發現自己的身世 本來不是他們選的 360度 無極天能夠 三茶花嗎 還是 仔細看 欸 現在是三茶花 喔喔喔喔 好可愛喔 上檢的一朵三茶花 我沒有選擇 地上 好美喔 後山公園的天壇後方 是三色鷹喔 好多人的 大家家人出遊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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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個角度可以拍到櫻花 還可以拍得到天原宮喔 這個位置是網美必拍的 這個櫻花啊 它比較矮一點點 所以可以超近 可以跟它一起走 網美必拍 跟它推薦 它是開得非常的密集喔 好漂亮喔 好想戀愛喔 失春了嗎 春天到了 是念春天 上面一望無際的 全都是 Sakula 這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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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爛 太美了 這一株啊 它是白櫻花 花季還沒到 之後就開囉 會不會太美了 捷運的話可以搭紅線 不管是到淡水 或是到紅樹林 都有公車可以轉到這個地方 裡面這樣有賣這個 裡面這樣有賣這個 它是燈牆下的水煮玉米 騎出來也很不錯唷 這個啊是日月的意思 嗨 大家好 今天來到這個 淡水 給大家分享的是 三色櫻花 大家可以補得到很多 照片 那接下來到淡月的時候 這裡也還是有 寫冰花杯子 歡迎大家可以帶點家人 一直在這邊 超順 超多好吃的東西 出入口這裡有一個 千元素食有賣三藥素阿給 這是我們的三藥阿給 這個湯和粽子 如果全部沒贏 感覺好像很好吃 好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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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好吃 哪一個比較好吃 都好吃 好好吃 好好吃 生意很好喔 老闆說怕焦不會辣 吃溫點 很像是茶辣 在淡水吃 三藥阿給 好硬 好看 國外的朋友們不知道 我們的三藥阿給 他就是用那個豆腐 然後把你的內生 你的石化出來 然後就放冬粉 然後再用這個 三藥把它裹起來 三藥阿給 好熱 吃飽了 我的天啊 現在已經水線不通了 很多的公車 公車875可以到 鐵魚淡水站 坐到天原工 這些公車都可以到天 原工喔 所有人都就帶家人來走車 新年快樂 雖然說看到這個影片的時候 已經年後了 但也無妨 因為呢 年後啊這裡的話 櫻花還是很漂亮 所以如果大家就是看到小魚的影片 看到那個櫻花很漂亮啦 想要看一些那個 宗教的一些建築物 還有它其實不只是櫻花 還有那個三茶花跟繪花 還有杜鵑花 三色很多 基本上 很多都可以欣賞 又有的是 讚 來這裡買 卡花會 來到這種地方 懷黃節 就一定要帶一個 奧米亞給伴手裡走去 哇 這個品種的花 好美喔 他們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今年就是 新春的時候 穿全身黑呢 因為我昨天看新聞 他們說 新年因為是豬年 然後就是要穿黑色 比較吉祥 不知道是韓台的那個迷信 所以我今天就穿到全身黑 今天的春節旅遊 單元要到這邊結束囉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淡水的無極天的工 有非常漂亮的櫻花 而且第一 第二 單元都有不同的櫻花品種 可以來賞 顏色非常美 推薦給大家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帶家人一起來 然後提到我們下一集的單元 然後看我帶來一個 午餐 來去什麼樣的地方 或是幾個店 看你跑的話 記得留言告訴我 記得幫我們訂閱 按讚 然後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 好 好